為什麼不偶爾去你從不會去的酒吧 去聽聽你從來沒聽過的音樂 難道你已經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東西嗎 這是他 這是他 要告訴他 嗯 那很清楚吧 要告訴他什麼 就是說 你已經老到不能再接受年輕人新的東西嗎 那農部長現在是文化部的部長 我想這條說明了我們的心想 我們希望今天來 不是來抗議 我們今天來是來邀請文化部長 今天面對面跟這間音樂的人一起做個交流 因為我們從7月初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文化部長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今天來 我們也不是來抗議 我們等一下也會上去聽 聽聽他們怎麼彈 台灣的音樂產業 也讓我們的聲音都被移位者聽到 那會先講八面 看看啊 如果給我們機會就發文 不給我們機會我們不知道哪個啊 我們等一下陸續續會有一些朋友過來 他們今天的主要主要是要把台灣的音樂 推廣到一些音樂 那是希望會不會網路有消息 那會不會覺得其實我們現在有某個音樂 也是音樂的音樂 所以它不是改變你意見就可以跟其他的 走進去 大概是一個比較長的比較深的文化 我們也希望 如果台灣的音樂要代表台灣 首先要先讓內部發聲的音樂 這個東西都可以走進去 要不然就是把人衝鋒拉到一個 有一個花朵 我們在微信裡面 把真正在努力去做出來 對 所以我們今天是每一個人 都只剩一個A3大小 長上的時候 每一個人 對 我們這一次 要活動 帶來的一些 我們這一次大概就是會 希望還是榮部長正式來跑的 來跑的 來跑的 就是你知道 然後我們做選擇這個單位 真正的 真正的 讓各個單位的法規 能夠更對台灣 那個 因為表演的這樣的 20年的 所 所支揚出來的 就是這樣的文化 能夠有一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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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東西當然 不是 可以 但是如果沒有發動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 所以你們今天每一個人 一人有什麼 希望啊 而且 我們這一次動員 基本上是 網路的 發情 那 就沒有一個特定的 讓大家希望能夠 可以 你想要 這樣的 大概是這樣 謝謝 拜拜